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你二年 夢想就不願意 我別愛 葛哥要收了喔 尖叫收了 阿喜和紀元凱出席遊樂園代言活動 向民眾推廣春節期間留在台灣 不必花大錢到國外就能玩得痛快 其實過年的時候 沒有必要一定要出國 因為你要花Double的錢 而且有好幾年的過年 我是在國外的時候 我都遇到很多台灣人或華人 然後還說 欸 居然你怎麼在這裡 然後就等於說你出國 滿山滿海也沒辦法玩 對 你根本不像出國的感覺 你倒不如在台灣 台灣真的有很多 很好玩的遊樂設施 或很多度假出的方案 可以玩 而且很多藝人不是趁著就是想要出國 就是不要在台灣被狗仔拍嗎 其實過年新年的時候 留在台灣反而比較沒有狗仔 蛤 不是這樣說啦 近期阿喜參與演出的電影 她媽媽的藏寶圖 被爆出女主角任容宣 因阿喜戲份重 而拒絕參加電影宣傳活動 對此 阿喜和JR雙雙跳出來緩加 那個是真的嗎 因為榮榮是我好朋友 榮榮不像會發飆的人 嗯 那真的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她 應該是 呃 因為其實這部片 呃 剛好上映的時間 她人不在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 我記得就是 以她們經營公司說法是說 就是她們 就是她們聯絡不到她 然後因為後來後期宣傳 呃 也是主要主角們先去 但就是我也沒有到啊 就我也不算是主要主角啦 老實說因為我剛開始 呃 接這個本的時候 就知道我的角色是一個 比較 比較類似客串的 因為我其實 呃 是演唐正剛的媽媽嘛 所以 唐正剛她們一出現的時候 我已經 我已經不在了 所以你覺得我可能變成女主角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 應該有什麼誤會 誤 應該有誤會 應該還好啊 我們其實大家 感情還蠻不錯的 沒有 就聽說有不開心 我女喜歡網 採訪報導 是多累